男性顧客站在櫃台前 准备结账 等到确认刷卡成功之后 他跟店员走到一旁 放置外带餐点的区域 店员还特别把交代割开 让这一名顧客检查餐点 只是就在店员一个转身 短暂离开不到十秒的时间 男子竟然从口中拿出一个东西 放进盒子里 最后把餐点带走 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 收到新闻航公司的一个消费申诉 说我们的餐点里面 有客人指说 他收到的餐点里面有口香糖 那我们看到这消息 我们也很震惊 位于台北市松山区 这间美食餐厅 平常光顾的客人不少 不过业者发文爆料 说这一名男顾客 在两个月前买了辣鸡翅 现在却透过银行 说拒付餐费六百八十八元 原因是餐点有口香糖 但是店家贴出监视器画面反击 明明是客人 自己放的根本就是在侮赖 手法熟练实在让人很惊吓 不少民众也留言 手法太拙劣 支持餐厅提告 这样也要敲诈吗 店家说男子无故申请退费 已经是第二次了 甚至变本加厉造假 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 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敲诈店家 可能会构成刑法的诈欺取材罪 消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病科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 触犯诈欺取材罪 最重可以判五年 另外店家也能够提出民事损害赔偿 而业者也说 未来将会采取法律途径 要捍卫生育 绝对不能白白被无赖 TVBS新闻